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le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我們繼續講功能篇 而今個星期的功能是萬年曆 要了解萬年曆 我們首先要了解我們現在的歷法 Gregorian Calendar 這個歷法一年分開了365天 以及有大小不同的月份 31天、30天、28天或者孕年的29天 這個calendar最主要365天的年 是不能夠很準確顯示 地球圍繞太陽公轉一周所需要的時間 所以我們就定了一個潤年的系統 即是說如果那年能夠被四除盡的話 例如2020年就會是一個潤年 即是說在2月沒有29天 但系統還未完 因為如果每四年加一天又長過頭 所以系統又會在那個年份被100除盡 例如好像2100年、2200年、2300年 是會沒有潤年,還未完 因為如果那個年份能夠被400除盡 好像2400年又有潤年 那麼複雜的一個系統 如果要用機械去顯示 將這些時間、日期去顯示 是非常複雜的 究竟萬年曆是否真的能夠行一萬年 我覺得這個名字是有點誤導的 因為90%的萬年曆 其實它走到2100年的時候 是要調校一次 因為它不知道那一年原來是沒有潤年 但是有少部分比較複雜的萬年曆 它是能夠 overcome 2100年 甚至是去到 2400年 它都能夠 handle 好了,我們看了這麼多萬年曆的基礎 我們看看現代的萬年曆的特色 第一個要講的品牌就是帕特菲利 帕特菲利的萬年曆是非常經典和優雅的 很多人買萬年曆都會選擇帕特菲利 帕特菲利的萬年曆有三種不同的佈局 第一種就是它在那個品牌標誌 12點左右就有兩個窗 一個就是顯示星期 一個顯示月份 而在那個標盤的下半部分 就會顯示日期和月上 第二個佈局就是一個倒轉的品字形的佈局 有三個實現的標盤就顯示了我剛才所講的資料 而第三個佈局就是中央有一個逆跳的日期 即是每一到月底的時候 它一聲就會跳回去一號 第二個我們要講的品牌就是IWC IWC是一個現代萬年曆的 一個非常之有技術突破的品牌 因為它的Chief Watchmaker Mr. Kurt Carls 在1985年的時候推出了一隻 叫Da Vinci Perpetual Calendar的碗錶 這個碗錶有三個突破 第一個就是這隻錶能夠行到2499年都不需要調教 即是它擁有所有有無潤年的 2100、2200、2300和2400等的年份 第二個突破就是它能夠一個標觀調教所有萬年曆的資料 它將所有的資料都synchronize 了 只需要一個標觀就可以調教 第三個突破就是一個瞬間逆跳 即是說這麼多種資料顯示 到一天譬如說2月28日的半夜12點的時候 它會同一時間突然跳到3月1日 所有的資料都是同一時間準確地顯示 這個是一個技術的突破 因為它需要非常好地拿捏動力的分配 大部份的萬年曆都是選擇用一個慢跳的方法 即是說要去到半夜三四點才將所有的資料都顯示完畢 第三個品牌我們要說的是Wesheron Constantin 江斯丹頓今年出了一隻很特別的萬年曆 萬年曆其實最重要是什麼呢 因為它是很多資訊要提供 既然說了萬年曆 就希望不停地運轉 任何時間都可以看到準確的日期 江斯丹頓就覺得 如果我的標主將標放在一邊一段長時間 它停了怎麼辦呢 又要再重新調教就很麻煩 所以它就想了一個新的系統 就是在機身裏面有兩個心臟 一個就是一個正常走時的心臟 36,000轉的擺頻 而另外一個就是備用的時間 8640轉的擺頻 它在這個備用的時段那時候 那個動力儲備是長過65天的 換句話說 即是標主將標放下兩個多月之後 拿起來帶 那個日期和時間依然是準確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實用 和複雜的功能 第四個我們想說的品牌 就是 Artemis P的技術 愛比 愛比今年破了世界紀錄 因為它做了一隻超薄的萬年曆 機身只有2.89毫米厚 而這個標殼就是6.3毫米 這個世界紀錄為何能夠突破呢 就是傳統的萬年曆 一般來說機械結構是分三層的 但愛比的工程師 就將這個三層的機械結構 將它濃縮了 改良了 令到它可以一層就能處理 所以它可以做到這麼薄 第五個品牌 我們要說的是一個德國品牌 Alang & Zoma 朗格 朗格這隻萬年曆 其實它在2001年已經推出了 我們可以看到 德國人的設計是非常精簡的 所有的顯示都是很清晰 還有機身打磨可以看到是非常精細 這隻錶今年2019年是有一個新版本 他們將這隻錶放了一隻叫做Honey Gold的材質 蜜糖金 蜜糖金的顏色是比較溫暖 還有它是比較硬的 所以是防刮的 最後一個我們要說的 MB&F Legacy Machine Perpetual MB&F是一隻比較新思維的萬年曆設計 傳統的萬年曆一般來說 都會假設一個月是31日 因為一年有七個月有31日 所以其他的30日 28、29日就會按着31日作為基礎去挑戰 但Legacy Machine Perpetual的設計師 Steven McDonnell 他就會覺得每個月都有28日 為何我們不用28日作為一個基礎 所以他設計了新的Perpetual System 就是用28日作為一個基礎 然後按鎖那個月份的需要 加一日、兩日、三日 他這個做法是令整個系統更加暢順 除了令到系統暢順之外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加在這隻Perpetual碗錶裏 因為Perpetual碗錶 如果大家買了之後看的說明書 都會知道每一天在24小時內的某一個特定時段 不建議你調教這個萬年力 因為會閃掉那個系統 Steven McDonnell 就覺得 如果與其是要靠那個標主去記住 哪個時間不可以調教 不如我設計一個Protect 保護這個系統的系統 就是說如果去到不適宜調教的時段 我直接拒絕了整個調教系統 即是說那個按鈕你怎樣扭怎樣按 它都沒有反應了 即是說你不會意外地去損壞了這個萬年力的基礎 好了 今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